我们现在呢就在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邦加西市的洛萨里海滩 那么这里呢在科姆多2023多国海上连演的日程当中 是出现的比较高频的一个地方 在我们左侧的这个舞台是专门为各国海军进行文化交流搭建的 那昨天下午呢我们在这儿就遇见了热场表演的印尼海军乐队 从今天下午开始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 各国海军会派出代表轮番登场 主题有两个乐队表演和传统的文化展示 那咱们中国海军呢这次准备了省尸 水平太极拳 中国功夫 电联等表演值得期待 那再往两侧看呢舞台两边有两台白色的帐篷 这是这次科姆多2023多国海上连演中的海事展览 那在来到这里之前呢我们以为这里会和以往看到的防务展一样 主要展示一些舰船模型和舰上应用的武器装备 但实际到这之后我们才发现现场有一半以上的摊位 展出的是当地的美食 传统的手工艺制品 甚至有一些当地的企业 那么现场的联络官告诉我们 海事展览包括科姆多系列的多国连演 都不仅仅是为了多边联合演习 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他们想象参演的各国海军展示印度尼西亚的美食 风光 传统文化 这也是为什么港岸阶段的交流除了专家授课 兵器推演等跟演习相关的科目之外呢 还有诸如民事医疗 城市观光 文化表演 趣味运动等多国海军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 那么昨天呢是科姆多开幕的第一天 跟演习开幕式以及国际乐见式同时进行的呢 还有民事医疗的交流活动 那么中国海军派出的是南部战区海军第一医院组成的一支六人医疗队 他们跟印尼军队以及其他国家观摩的医疗队进行的交流 了解了外军医疗队平时用于民 战时用于军的组织模式 那除了医疗队的成员参加了交流之外呢 昨天中国海军还派出舰员参加了水冰村 海市展览 城市观光等活动 那么舰员们参观了邦加西博物馆 路特担保等当地的名胜风光 那么今天呢是科姆多2023多国海上连演的第二天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派出几批舰员参加不同的活动 有专家授课 有区位潜水运动 还有我们刚刚介绍的民事医疗交流也将继续 今天呢各国海军的医疗队将登上进度尼西亚的医院船 科瑞瑞迪曼号进行交流 对了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看点就是城市巡游 各国海军的参演舰艇会派出舰员代表 在邦加西大街上巡游 听联络官介绍城市巡游和正式的阅兵不一样 现场是鼓乐队表演打头阵 气氛会更加的轻松随意 那么昨天和今天呢都是专业交流和文化交流同步开展 明天将进行演习的航天会议兵器推演等活动 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